去到第三次向左網時間 我們剛才也說到很多 在現在香港這個政治社會經濟制度裏面 司法機關或整個法律制度本身的操作 甚至我們會說面對一些負爭議性的案件 或者負爭議性人物的時候 究竟司法機關能否發揮 他一個較為公正公義的效能 其實都很大質疑 其實你說這個所謂司法系統或法律 法治這件事 其實都一定要從法的角度開始說 因為如果那本法例立的時候 已經不能夠反映香港普通人的利益的話 這本法例本身已經是一個違反人民議員 或者是保人民授權訂立的法例 就開始已經嚴重了 因為法律的法律不只是說是司法 而是立法也有份 那立法機關不行 那也是有問題 如果從ABC說起 另外就是香港的立法機關 大家都知道 有一半是工人團體選舉 即是我們所說的小燕子選舉的議員 另外就是這個立法機關的立法權 是被政府取得的 因為如果你要提私人法案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政府給你 因為我們根據第74條 如果是政府的政策、施政、政治制度編化 以及開支的時候 就要問特首要批准 特首多數不批准 在立法的過程裡面 已經很難想像到 就是有一本法例寫完出來之後 真的符合大多數人的香港利益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檢控的那裏 檢控就是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政策沒有人監察 政策沒有人監察 這個也是跟整個政府 和沒有人監察有關係的 因為政府是所謂行政主導的強勢政府 如果你告人那裏 抓人那裏 是沒有什麼監察的 其實法律的法律 法律的法律 就已經是 夢想金 第二個基石來打破了 第三個就是 我們講的司法制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剛才長毛也分析過 究竟在香港實際情況 譬如剛才說到 檢控是否檢控 也出現過一些情況 其實很可能 原來這個相關機構 是沒有進行任何檢控的 由得可能單案在拖 或甚至是 如果沒有媒體注意 甚至可能是這個無意無中 要有人刮出來才再說 再加上 剛才長毛也都說過 一件事很重要 司法機構本身 因為我們可能相信 他是專業或是操守 基本上沒有任何監管的話 如果他萬一有什麼差跡或做錯的話 似乎真的能夠透過媒體 現在我問查的黑洞 就是 法官的輪選任免 以至成績巧合 是完全黑傷在感 不知道的 你想知道他也不會讓你知道 所以我們得到的資料就是那些判詞 當然 如果你有心機 你會看到某個法官表現好不好 但是 在司法界裏面 法官的任免和升遷 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哪個律師可以做法官也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過問 但是在這個 整個司法界裏面 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法官會委任 當有人給他一些名字 委任資深大律師和律師 其實他的權力都非常大 所以我們會說 我們怎樣監察 甚至我在今集看完之後 怎樣重新理解香港的司法制度 或者甚至法官相關的表現 其實我認為作為市民本身 對於維持香港司法的數值 其實都有一定的責任 而不是等到司法機關自己本身 靠自己現在這種運作模式 或者我們一廂呈現 相信他能夠做到最好 而令整個制度能夠發揮好的方面 我覺得某個制度 某個程度來說 司法機關的自我檢查 自己去做紀律 未必可以 好像彭官、彭建基 他一雞三尾 一件案判三次 這樣都可以繼續做 也做了選舉委員會 選管委員會的主席 已經是醜聞 那你想怎樣 另外現在這個 今次選舉委員會的頭 也都是有爭議的人 所以其實我想 如果大家都認為 香港的法治 作為香港整個制度的基石的話 你會看到現在很多時候 一些可能法官表現多強差人 或者甚至其實你都會發現 如果你有些網民看某份報章 是很喜歡 第一句就是說 是某民某法官 然後很差的表現 接著就說那個故事 當然可能那份報章 特別針對司法機關 或者司法機關裏面 某些法官 而作出一些這樣的論述 但是其實某些報章的採訪 甚至是寫去故事的時候 似乎很大程度上 就覺得已經採取了一種 對於現在法律制度 不信任的一種角度 去寫他的故事 所以都有人會覺得 就是為什麼現在法律制度 是為有錢人服務 又或者為什麼有錢人打官司 就是一個窮人 一個有錢人 為什麼有錢人一定會贏 或者為什麼一些有錢人 能夠透過司法機關 是將它那種令到市民覺得 很討厭的利益合理化 那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就是我們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裏面的一些相關人士 要真是好好檢測本身 在現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夠再用回那種很精英 或者其實暗解去保障 一些上場人士的利益心態 那種做法 能不能夠 或應不應該繼續維持 都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 當然是 我覺得香港人對於法治的問題 是憂慮了很久 那我就會覺得司法制度和警權 以至到這個律政署一併的改革 這個改革是一個全面的改革 而不是針對某個法官或某一個部分的改革 當然這個改革要做得順暢 這就是在特區政府上 如果大家在有空說 當然不會有大的成效 尤其是我覺得香港那麼多中產家 有時候說香港多刁蠻 香港的民眾如果給權又不行 可能會搞到香港彎 他會表現一些能力出來 這三個都是他們熟的 對他們也有關 有沒有人敢說 我看不到有人敢說 通常你說所謂刁蠻 當然他們覺得對某些人的觀點 或看法有些負面態度 或是不信任 但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那群是刁蠻 而我們會發現到 會不會因為這個社會 沒有一些適當的渠道 甚至有些有影響的渠道 他們沒有辦法用一些比較負面的語言 去發表意見 你估時那些狗品芝麻菇說人家是刁蠻 是因為他是地方官 他是所謂父母官 其實中國官制有一段時間比較壞 就是因為他沒有錢給猜響 沒有錢給猜響 那些資府或資源 基本上就要自己銀河包 維持個衙門 那怎麽為呢 找那些地方那些有錢人 所謂的土豪劣身 當時有個叫懸崖的制度 就是你去考功名 考不到之後 就回去做這個懸崖 懸崖又有錢 變成一個官商勾結 就是一個錢權交易的最好的 給錢買官員 給錢買官 或者是控制那個官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不外的制度 幫我們三十 我們這個 還有三十五月 我們下一節再說 好 我們一會兒再見